今天開始我會和大家畫幾個主要的幾何圖形 其實畫素描你要掌握到基本幾何圖形的光和影的表現方法 其中今天我會教大家畫圓錐體 畫圓錐體其實都很簡單 我們首先做一個輕的圖圓形 然後拿一條中線做一個等邊的三角形 我們有了等邊的三角位 加分深色一點點 然後沿著這個弧度慢慢做上去 像一把線形一樣的形狀 這個就是圓錐體 看上去沒有立體感 但我們現在做完效果就會有 其實圓錐體有一個特性 它的分角和圓柱體是不同的 圓錐體每一個分角都呈現一個細的三角形 每一個變化 而圓錐體呢 它做出來的效果是垂直的變化 千萬不要搞錯 所以我們現在做陰影的時候 我除了流深距的光暗漸變之外 其實我們先做了一個大的三角形 兩邊 除了一個灰色的三角形 才很輕力的 中間留高光的地方 就像圓柱砌一樣 最中間的地方 那個三角形 我們就不由拒轉 然後呢 將大面積的三角形呢 慢慢拆上陰影 你看到現在呢 基本上呢 中間有一個大的 就是三角形呢 是沒有拆任何不足的 然後其餘那些 就是一個很淡的 圓筆不足 好了 然後才再 又是像正話一樣 慢慢漸變下去 你可以用密度 亦都可以用力度 去加強每轉彎 每一個三角位的變化 當然最深色的三角形呢 就是在轉到裡面 這個三角位 你記得每一個位置 都要去到尖頂 才為止完成一個 區間 你可以由深色開始 慢慢減弱的力度 減低的密度 將漸變色慢慢做出來 直至到母色 加強最深色的部分 形成一個比較強烈的漸變的對比 好 這邊做完之後呢 我們也是做這一邊 由深網一邊做的時候呢 都要提醒自己 那個漸變是一個個三角形 一個個長烈的三角形去造成的 底是闊 上面就比較窄 還有呢 越近中間的高光位呢 那個灰度呢 會相對輕力 還有 會疏一點 只要你專心一點去慢慢做 一層一層這樣呢 沒有耐性這樣加深呢 其實要做一個立體的幾何圖形呢 不是很難的 你開始在中間的灰度加強 加強了中間的灰度呢 再加強轉彎 進去較深色的背光位 雖然我只是用一支HB的筆 但是呢 當我重複在那個位置 或者加力的時候呢 HB的筆都會做得很黑 和很Sharp 再加強轉彎那邊 這樣一個圓柱體呢 就慢慢成形了 那我再把旁邊 和底的陰影 如果真的要為它做一個影的話呢 大概的影會 向後伸延 大概的影就會向後走 在這裏 這樣拍得比較深色 這個圓椎體呢 就是大概這樣做起 有幾個票 在這裏 有幾個票 都會讓人家 可以請請你